再来看世界大来持续关心到俄乌战场上 现在呢在乌克兰的部分 再度获得了新的军事援助 我们先来看到是美国的参议院终于通过了 对于乌克兰还有以色列以及台湾的包裹法案 展现的是对印太地区 还有乌克兰以色列战场上的支持 票数呢是79票支持18票反对 但是哦在这一次的包裹法案当中 接下来马上要送给美国总统拜登 来进行签署 但是总共950亿当中要怎么分呢 乌克兰还是拿最多的610亿 另外在以色列的部分是260亿 中华民国台湾也可以拿到80亿 当中以以色列的态度来说 拿到了260亿 这个以色列的外交部长 也很快的对外表达说 这代表说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是对以色列的敌人 释放出非常强烈的讯息 就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长 针对这样的法案来进行回忆 但是呢乌克兰现在当然是美国必须要来援助的重中之重 尤其哦这个欧战场上达到第三年了 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美国国内就出现了很多的厌战 卷战的风潮也导致对于乌克兰的援助跟着斩断 但现在600多亿到底要怎么花怎么用 当然有138亿还是要留给乌克兰自己买自己的武器 还有补充美国的武器以及装备的库存来到了232亿 美国在该区的军事行动会分掉110亿 还有其他的非军事援助部分来到了80亿 像是呢帮他们贷款 预计接下来的重建等等工作 也都是在这个80亿的内容之内 但是武器要怎么买 当然还是对现阶段的乌克兰来说非常重要的 例如说防空系统 现在呢俄罗斯频频的打击 乌克兰当然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防空系统 除了短的刺针飞弹之外呢 长的包括是这个爱国者飞弹也都属于购买的武器清单之内 还有中长城的飞弹系统 还有M777榴弹炮 在之前也是在俄乌战场上发挥了非常重大的用处 所以在这一次的军援当中也是必须要来添购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美国国内出现了卷战潮 当然也让美国对于俄乌克兰的支援比较少一点 隔制了半年的状况之下呢 也让俄罗斯在战事上呢大获进展 还有现在呢俄罗斯希望在5月9号的胜利日之前 赶快有所进展 要攻的是查西夫亚尔这个城镇 还有呢中国贸易这些方式也都提供给俄罗斯大量资源 所以现在哦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 乌克兰可以说是弹劲圆绝的状况 不过现阶段就算这些物资其实已经是 接下来等到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之后 就可以到他们手上 但是这些物资要实际到战场上 恐怕还要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当中还是有空档 而俄罗斯呢其实也是乘胜追击 乌克兰的高层就透露说 最近真的打得非常艰辛 除了物资不够之外呢 俄罗斯也是频频使用空袭的方式 像是我们第二大臣的哈尔科夫 有一座电视塔甚至被空袭应声炸成两界 窗户看向远方窜出浓烟 下一秒高耸建筑居然断成两半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预期主要电视塔惨遭敌军锁定 俄罗斯新一轮密集轰炸哈尔科夫 两百四十公尺的高塔 瞬间崩塌瞄准关键设施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长警告 未来几周内前线战况恐持续恶化 甚至有画面曝光 士兵不敌炮火趴地投降 乌克兰现在还在等西方军援 如今美国原外总价值953亿美元的包裹法案 终于在参议院闯关成功 而其中包括安全补充拨款法案 提供乌克兰六百一十亿美元 外媒报道可能涵盖刺针防空飞弹 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等弹药 接下来等待拜登签署生效 俄罗斯也不断回向西方力挺乌克兰 不过俄国官媒则是大力称赞 美国共和党及众议员葛林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反对美国援助法案 格林最近就不断被同党人痛斥 直呼她是亲俄人士 就连纽约邮报都直接披图 让格林戴上俄罗斯帽子 然而西方挺污再接再利 英国也加码军援六点二亿美元 当中还包括暴风之影巡弋 飞弹是英国史上最大笔军援包裹 TVB新闻读不到 另外一个战场 我们要来看到以哈战场上 现在战火也延烧200天了 现在战事似乎又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现在双方还是持续护杠 所以以色列打算要加强攻击力度 事实上其实在过去的200天当中 他们打击这个加仨地区也是毫不手软 但是现在强度可能会再度增加 路透社的报道就说了 在4月23号开始 以色列精队会加强攻击加萨各地 包括北部中部甚至一路往南部来延伸 几周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天出现 尤其他们现在也针对加萨北部地区的民众 进行了最新的撤离警告 警告这些平民正在处于危险战区 而且也预告说这个尺度打击的尺度将会非常大 会用到极端武力 但是面对这样的威胁哈马斯怕了吗 哈马斯也没有惧怕 虽然在过去的声浪听起来哈马斯似乎是声音比较小一点点 而且有一阵子好像没有听到最新的发言 但是现在哈马斯的卡萨姆里发言人就说了 敌人继续侵略我们的领土 那哈马斯会采取各种的手段来攻击以色列 而且这也是他们六周以来第一次释出了影片讯息 尤其他们也认为说伊朗攻击以色列这个作为真的做对了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是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性质 定定了新的规则 也是迷惑敌人的一种算计 但是呢其实在美国现在是力挺巴勒斯坦人 在大学校园里头也都出现不少的抗议声浪 美国大学挺巴勒斯坦的运动快速蔓延 上周三开始 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在校园杂营示威 目前已经进入第七天 警察进入校园逮捕上百名学生 引发教职员和学生的反弹 学生表示如果校方不回应他们的诉求 会持续占领校园广场 校方要求学生在周二午夜前撤离所有帐篷 否则将采取其他方法处置 午夜期限到之前 校方又宣布将延长到早上八点 持续与学生协商当中 学生也要求校长沙菲克辞职 哥伦比亚大学评议会周三对他进行谴责投票 因为他通知警察逮捕学生 和到国会听证时的发言 违反校园自由也侵害了学生权利 纽约大学学生也响应各大运动 霸占校内一个广场进行抗争 校方通知警察到场 不少学生遭到逮捕 麻省理工学院也发起示威 要求学校停止与以色列国防部合作 校园运动现在也从美国的东岸 扩大到西岸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学生 也在校内打帐篷抗议 各校也宣布了维护校园安全措施 各大开始线上课程 直到学期结束 哈佛大学则关闭校园广场 未来几周是大学的毕业典礼 学生也担心典礼安危 尤其是犹太和中东裔的学生 以色列台拉维夫的街头 同样有交不息的示威运动 以哈冲突届满两百天 数百位民众再度上街 要求政府与哈马斯达成协议 释放人职 以哈停火谈判 陷入僵局 以色列为施压哈马斯 近日加强对加萨轰炸 并警告加萨北部民众 紧速撤离 以国军方也首度公布了 入侵南部拉法市的 平民撤离计划 表示将扩大沿海安全区 容纳更多的平民避难 联合国则警告 不要报复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受到的迫害也不小 尤其是以色列国防军 犹太永恒营的军队 在西岸滥杀无辜 早已恶名昭彰 这个军队成立之初 主要是接收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 但自从纳坦亚胡 极右派政府掌权后 犹太永恒营的行径 就越来越嚣张 犹太永恒营 因为严重违反人权 美国计划进行制裁 不再提供他们武器和精元 不过对于受害的 巴勒斯坦家属来说 他们更希望看到 这些军人被神之以法 TV编曲新闻总和报道 不过伊朗跟朝鲜是好朋友吗 当然在国际关机上 这样子的消息 让大家特别的关注 原来是北韩的朝中社 也非常罕见的报道说 这个北韩的国际贸易部长 率团访问到了伊朗 但是这两个国家 为什么凑在一起 而且他们的官方媒体 大声的宣扬 现在也让很多的国际媒体 担心说他们在军事上 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深化合作 包括是秘密的军事联系 以及合作的弹道飞弹 以及交换双方的技术来制造灵界 现在有没有可能在军事上 有一个台面下的合作 当然大家特别的紧张 还有针对美韩联合军演 一直对朝鲜来说 被北韩来说 都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而金宇正也再度的呛下 他说针对这样子的美韩 一系列的军演 将这个区域安全人推向危险的境地 所以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继续建立压制性 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用来维护主权 还有国家安全 但是他们这样的言论 当然一直到周边 而且也觉得倍感威胁的日本南韩 觉得非常紧张 而南韩现在也在纽西兰 发生了最新的微型卫星 叫做星座卫星1号 而且接下来还有陆续更多的发射计划 主要他可以来监测 这个朝鲜半岛的周边海域 一天就可以 摄取好几次的影响 作为密集性的监控 当然对南韩的国家安全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出访的消息 我们要来看的是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到了中国大陆去 不过他到了中国大陆去 这个时间点非常敏感 除了美国刚宣布了这个包裹式的法案 要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跟台湾之外 马上520台湾的总统就职 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中国在这个部分划下了红线说 你来到我这边不能谈台湾问题 等于说台湾问题被视为一个 不能谈的禁忌跟设立的红线 但是布林肯为什么要去 而且预计会见网易 还有可能见习近平 当中很有可能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为了拜登到了中国大陆访问 来进行铺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二度访华 和北京展开一连串的对话 包括乌克兰局势 中东危机 南海冲突 以及台湾问题 由于日前 美国通过援助台湾法案 加上520即将到来 美中的对话 格外引发关注 美方尤其不能触碰 中方在台湾民主人权 道路制度 发展权力等问题上的红线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 坚定不移 将重点就台湾 经贸科技 南海等问题 阐明严正立场 提出明确要求 另外 美国限期最长一年内 TikTok要从母公司 字节跳动玻璃 否则将禁止TikTok 在美国应用商店上架 对此 TikTok表示将启动法律程序 进行抗辩 美国国会参议员 星期二以七十九票 对十八票 超过六十票门栏 通过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买盘法案 要求TikTok一年之内 摸离中国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 否则会在美国被禁止 然而就在布林肯 二十四号访华前夕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 二零二三人权国家报告 指出北京在过去一年 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持续废除香港的政治自由 和自治权 美方年复一年 炮制所谓的人权报告 其中的奢华内容 充斥着政治谎言 和意识形态偏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意识到布林肯访华 可能来者不善 大陆先给美国打预防针 警告美国不要抱着任何 押服中国的心理到访 称中美到底是伙伴 但还是对手 必须先树立正确认知 TVBS新闻华绍兵 陈向如综合报道